台中有限电视跨区经营开达了 隶属于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西海岸有限电视 终于通过NCC审查拿到经营许可执照 准备正式进军市区 我们台湾数位光讯集团旗下的西海岸有限电视 终于在NCC的许可之下 拿到了跨区的营运执照 即将在很快的时间 我们公司的网络就会完全以光纤的方式来铺设到台中市 提供给我们台中市区的居民 更快速的网络服务 更高画质的电视服务 去年5月NCC开放有限电视跨区经营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西海岸有限电视就积极申请 并且着手升级软硬体设备 要让顾客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如今NCC终于通过分歧营运局客 系统业者推出月付200、490和565的三个方案 来抢下这块市场大兵 基本上我们这次在台中市区铺的网络 是全面都是光纤到家里 所以客户可以在使用我们的光纤服务的过程当中 体会到什么叫做快速网络 还有非常高画质优质的电视服务的节目 目前这三种费率已经交由台中市政府核定 预计一个月内正式开播 对于未来的竞争集团有信心以优质的高画质节目 和高速光线网络来满足民众的需求 让企业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记者里讲的钟 惨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